中间的那个机器人迅速地低了一下头 像是勉强地鞠了个躬 在一个乐观者的眼中 或许也会将它视为代表和平的动作 接着他便开始答话 崔伟子突然拉长了脸 显得极为惊讶 在沟通无障碍的银河系中 不会有人想到这么基本的需要 也可能出问题 然而这个机器人说的 并不是银河标准语 也不是任何相近的语言 事实上崔伟子连一个字都听不懂 裴洛拉特的亚裔与崔伟子不相上下 但是他显然还带着一分惊喜 听起来 这 是不是很奇怪 他说道 崔伟子转头望向他 用相当不客气的口吻说 不是奇怪 根本就是鸡里瓜拉 绝不是 绝不是鸡里瓜拉 这 这也是银河标准语 只不过 只不过非常的古老 我能听懂几个字 如果写出来的话 我也许可以轻易地看懂 真正难解的是发音 那么 他说了些什么 我想 他 他在告诉你 他不了解 你在说什么 包起司说道 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但是 我感知的情绪 是迷惑 这点 刚好吻合 前提是 我要能够信任自己 对机器人情绪的分析 或者说 要真的有机器人情绪 这回事 培洛拉特 说了一些话 他说得非常的慢 而且相当的吃力 可三个机器人 却动作一致地 迅速地点了点头 那是什么意思 摧毁自问 培洛拉特说道 我说 我讲得不好 但是 我愿意尝试 请他们 多给我一点时间 天哪 老弟 这 这真是有趣的吓人 也真是失望的吓人 崔卫子 难难地说道 你可知道 银河中 每颗住人的行星 都会发展出 别具一格的语文 所以银河中 总共有千万种方言 有时相互之间 几乎无法沟通 但是 他们都统一在 银河标准语之下 假定这个世界 已经鼓励了两万年 他的语言 应该和银河 其他各处 越离越远 逐渐演变成一种 完全不同的语言 但事实上 并非如此 或许是因为 这是个仰赖 机器人的社会 而机器人 听得懂的语言 就是设定 其程序所用的语言 长久以来 这个世界一直都没有 重新设定 机器人的程序 反倒是 终止了语言的演化 所以我们现在 听到的 只是一种 非常古老的 银河标准语罢了 这是个很好的例子 说明 机器人化的社会 如何被迫的 停滞不前 因而 开始衰退 可是 我亲爱的伙伴 保持一种语言 几乎长久不变 这并不一定是 衰退的争后 这样做 其实有不少的优点 能让历史文件 在数世纪 数千年后 仍然保有意义 历史记录的寿命 和权威性 便会相对增加 在银河其他各处 哈里谢顿时代的 斥令 所使用的语文 现在 已经显得 颇有古风了 那你懂这种 古音和语吗 谈不上 董哥了 只是 在研究 古代神话 传说的过程中 我领略到了 一点窍门 智慧 并非全然不同 但是 磁性的变化 却不一样 而且 有些惯用语 我们早已不再使用了 此外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如今 发音已经完全的变了 我可以充当翻译 可是 无法做得很好 崔伟子 心虚的 虚了口气 一点点的好运吧 总算 聊生于无 那 继续吧 真能复 裴洛拉特 转向机器人 愣了一会儿 又转过头来 望着 崔伟子 那 我 我该说些什么 我们 我们单刀直入吧 问他们 地球在哪儿 裴洛拉特 一个字 一个字的 慢慢的说 同时 夸张的 比手画脚 那些机器人 互相望了望 发出了一些声音来 然后中间的那个 对裴洛拉特 说了几句话 裴洛拉特 一面回答 一面双手 向两侧伸展 像是在拉扯一条 橡皮筋 那个机器人 再度回答 他像裴洛拉特 一样的谨慎 每个字 都说得又慢 又仔细 裴洛拉特 对崔维子 说道 我不 不确定 有没有 把地球的意思 表达清楚 我猜 他们认为 我指的是 这颗行星上的 某个地区 他们说 不知道 有这样的 一个地区 那他们 有没有提到 这颗行星的名字 战斗夫 他们提到的 那个名字 我的最佳猜测是 索拉利 三个字 那在你搜集到的 传说中 你 听说过吗 没有 就 就和我 从未听过 奥罗拉一样 那好 再问问他们 在天上 在群星之间 有没有任何地方 叫做地球 你 向上指一指 经过一番交谈之后 佩洛拉特 终于转过身来说 我 唯一能从他们 嘴里 掏出来的 格兰 就是 天上 没有任何地方 你问问那些 机器人 有多大年纪了 或者应该说 他们已经 运作多久了 包奇斯说 佩洛拉特 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运作 该怎么说 事实上 我也不确定 会不会说 多大年纪 我 不是个 很好的翻译 进里而为就行 亲爱的佩 又经过了 一番交谈之后 佩洛拉特 说道 他们 已经运作了 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 啊 那他们 比你 大不了多少啊 包奇斯 催卫子 不以为然的 喃喃说道 包奇斯 突然以高傲的语气 说道 事实上 啊 我知道 我知道 你是该呀 已经几千 几万岁了 无论如何 这些机器人的 自身经验中 并没有地球 而且 在他们的记忆库中 显然没有任何 对他们无用的资料 所以 他们才会对天文学 一无所知 在这颗行星的 其他地方 或许 还有 最早期的机器人 我很怀疑 不过 还是问问他们吧 战诺夫 只要你想得出 该怎么问 这次的问答 是一段 相当长的对话 最后 佩洛拉特 终于打住 他的脸 涨得通红 一副明显受挫的神情 格兰 他们 想表达的 我有一部分 听不懂 但是 根据我的猜测 较老的机器人呢 都被用来 当做劳工 所以 什么事都不知道 假使 这个机器人 是真人 我会说 他在提到 那些老机器人时 用的是 轻蔑的口气 这三个 是管家机器人 他们自己是这么说的 而且 在被其他机器人 取代之前 他们是不会变老的 他们 才是真正 有知识的一群 这是他们的说法 不是我说的 有知识 他们知道的也不多呀 至少不知道 我们想知道的事 崔魏子咆哮道 我现在后悔了 我们不该那么匆忙地 离开奥罗拉 我们若能在那儿 发现一个存活的机器人 他本身 记忆中 就会含有地球的资料 而我们一定会发现的 因为我遇见的第一个 就 就一息尚存 只要他们的记忆 完好无缺 詹诺夫 我们随时可以回到那儿去 倘若 我们必须回去 不论有没有野狗群 我们都一定会那么做的 可是 假如这些机器人 只有二十几岁 他们的制造者 必定在附近 而那些制造者 必定是人类 我这么想 他说着 又转向薄起死 你确定 只敢测到了 这时 包起死 却举起了一只手 只指摧尾子 再说下去 脸上 则露出了紧张 而专注的表情 来了 他低声说道 崔尾子 转头向小秋望去 从小秋背后出现 大步朝他们走来的 是一个如假包换的 人类的身形 那个人 肤色苍白 头发很长 但颜色不深 头部两侧 微微的鼓起 他面容严肃 但看起来相当的年轻 裸露在外的手臂 与腿部都没有什么肌肉 三个机器人 让出了一条路 他走到了他们之间 停下了脚步 他一清晰 而愉悦的声音 开始说话 用词虽然古老 但仍然算是 银河标准语 而且不难听懂 他说道 欢迎太空来的浪者 你们跟我的机器人什么 崔尾子 并没有露出欣喜之色 他傻傻地问道 你会说银河标准语 那索拉利人 带着冷笑说 我又不是哑巴 为什么不会 可 可是这些呢 崔尾子 朝机器人指了一指 这些是机器人 他们跟我一样 使用我们的语言 但我是索拉利人 我常收听远方世界的超空间通讯 因此学会了你们说话的方式 而我的仙人也一样 仙人留下了描述这种语言的资料 可是我不断听到新的字汇和语法 每年都有些变化 你们银河殖民者 虽能定居各个世界 却似乎无法将语文固定下来 我能了解你们的语言 为何令你感到惊讶呢 哦 是这样 我不应该有这样的反应 我向你道歉 只是 刚才跟这些机器人 几乎说不通 我没想到在这个世界上 还能听到银河标准语 崔尾子开始打量这个索拉利人 他身上是一件轻薄的白袍 松垮的披在肩上 双臂处有宽阔的开口 那白袍正面敞开 露出赤裸的胸膛 与下方的缠腰部 他双脚踩着一双轻便的凉鞋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的装束 崔尾子突然想到 自己居然看不出 这个索拉利人 是男 还是女 此人的胸部 无疑属于男性 可是胸膀没有胸毛 薄薄的腰部下 也没有任何的隆起 他转过头去 低声对宝妻子说 这个 可能还是奇迹人 不过看起来 非常象征人 这是个人类的心灵 并非属于奇迹人的 宝奇斯大道 嘴唇几乎没有动作 那索拉利人说道 但你尽量 但你尚未回答我原先的问题 我愿原谅你的书师 将他委诛你的惊讶 现在 我再问一遍 你绝不能再不回答 你们跟我的机器人什么 崔薇斯大道 我们是旅行者 想要打听 如何前往我们的目的地 我们请求你的机器人 提供有用的资料 可是他们 缺乏这方面的知识 你们在寻找什么资料 也许 我可以帮忙 我们在寻找 地球的位置 你 能不能告诉我们 那索拉利人 扬起了眉毛 我本来还以为 你们最敢好奇的 是我这个人 虽然你们没有要求 我还是会提供 这方面的资料 我是萨腾 班德 你们如今站在 班德属地上 向四面八方望去 吉木所建 都是我的属地 而且一直延伸到 你们目力不及的远方 我不能说欢迎你们 因为你们来到这里 等于违反了一项承诺 两万年来 你们是第一批 踏上索拉利的银河殖民者 结果 你们来到此地的目的 只是为了询问 前往另一个世界的捷径 在古老的时代 三位银河殖民者 你们 和你们的太空船 一出现 就会被摧毁 以这种方式 对待既无恶意 又没有威胁的客人 实在 太野蛮了吧 崔卫茨小心翼翼地说 我同意 不过 一个扩张性社会的成员 一旦来到了一个 不具侵略性 而且维持静止状态的社会 就算只有初步的接触 也充满了潜在的威胁 当我们畏惧这种威胁时 外人一到这里 我们就立即摧毁他们 既然我们已不再有 畏惧的理由 你也看得出来 那我们现在 愿意谈一谈 我感谢你 毫无保留地 提供这些讯息 但是 你还没有回答 我原先的问题 我再重复一遍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 地球的位置 所谓的地球 我想你是指人类 以及各式各样的 动植物的 发源地吧 它优雅地挥动一只手 仿佛指着周围的 万事万物 没错 我正是这个意思 班德先生 一个古怪的厌恶神情 突然掠过那索拉利人的脸孔 他说道 如果你必须使用称谓 请别用任何 含有性别的字眼 直接称呼我为 班德吧 我既非男性 亦非女性 我是全性 崔伟泽 点了点头 他猜对了 那么 就依你的意思 班德 那么 我们大家的发源地 地球 究竟在哪呢 我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就算我知道 或者我找得出来 对你们 也没有用处 因为地球 已经不能算是一个世界 他伸开了双臂 阳光的感觉 真好啊 我不尝到地面上来 太阳若不露脸 我是绝对不会上来的 刚才太阳还藏在云里的时候 我先派机器人迎接你们 等到云朵飘走 我自己才跟了出来 为什么地球 已经不能算是一个世界了呢 崔伟泽 弃而不舍地追问 他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打算再听一次 有关放射性的传说 然而 班德却不理会这个问题 或说 随随便便地 丢在一旁 说来话长 你刚才告诉我 你们到此地来 并无任何恶意 完全正确 那么 你为何武装前来呢 那只是 防患于未然 我也不知道会遇到些什么 没关系 你的小小武器 对我 毫无威胁 我只是好奇罢了 有关你们的武器 以及似乎全然依赖武器 所建立的野蛮历史 我当然早就耳熟能详 即便如此 我从未真正地见过任何武器 我 可以看看吗 崔卫子往后退了一步 不 恐怕不行 班德 班德似乎被逗乐了 我问你 这是出于礼貌 其实 我根本不必问的 他伸出了一只手来 与此同时 从崔卫子右侧的皮套中 跳出了那柄手冲 而从他左侧的皮套中 神经边也向上窜起 崔卫子想抓住那两件武器 却感到双臂无法动弹 仿佛被极具韧性的绳索给付住 佩洛拉特与宝奇斯 也都企图向前冲 可是显然两人同样被制住了 班德说道 别白费力气了 你们办不到 两件武器 飞到了他的手中 他翻来覆去的 仔细检视了一番 这一件 他指着手冲 似乎是 能产生高热的 微波束发射器 能使任何含有水分的物体爆炸 而另一件 则比较微妙 我必须承认 一时之间 我还看不出他的用途 然而 既然你们并无恶意 又不打算带来威胁 那你们 根本就不需要武器了 我能将两件武器中的能量 都释放出来 而我 正在这么做 这样 他们就不再具有杀伤力 除非你拿来当作棍棒使用 不过 重做那种用途 他们 未免太不称手了 那索拉利人 松开了手 两件武器 再度腾空 这次是向崔薇子飞去 各自不偏不倚的 落入皮套中 崔薇子忽然感到 束缚感消失了 他立即拔出了手冲 但根本 是多此一举 板机 松松垮垮的垂了下来 能量显然全被抽光 而神经编的情形 也完全一样 他抬起头 望向班德 班德 微笑着说 你完全束手无策 万星人士 只要我高兴 同样可以轻而易举的 摧毁你的太空船 当然 还有你 我会让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